貝蒂佩基這個名字華人觀眾可能並不熟悉 但是有個人大家一定都認識,那就是水果姐Katy Perry 她早期出道時的風格就是在模仿這位上個世紀50年代 家喻戶曉的性感女性貝蒂佩基 她對美國流行文化的影響有多大呢? 從麥當娜到蒂塔萬提斯 她的魅力讓無論是路人還是明星都深深著迷 甚至在她去世的五年後 在福布斯2013年公佈的最賺錢的已故名人排行榜裡 她和愛因斯坦並列以1000萬美元排行第八 但就是這樣的一位絕大家人卻在70和80年代 犯下了一系列慶竹男書的暴力犯罪 甚至幾乎殺死了一個人 Betty Page 全名Betty May Page 在1923年8月22日出生於美國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 她在家裡的六個孩子中排行老二 但她的家庭並不富裕 父親甚至因為盜竊汽車 在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蹲了兩年的監獄 母親則不得不身兼兩份工作來維持家庭的生計 白天是髮廊的美髮師 晚上則去洗衣店兼職 憑見夫妻白癡 這樣的家庭註定是不會和睦的 於是父母在佩姬10歲的那年選擇了離婚 家庭的重擔就全部都落在了母親的肩上 她不得不把佩姬和她的兩個妹妹 寄養在了孤兒院一年 儘管父母已經離了婚 但由於孩子實在是太多了照顧不過來 離婚之後呢 她的父親還是寄住在家裡的地下室 這樣的生活在我們現在看來已經夠糟糕了 但佩姬在自己晚年的回憶錄裡說 13歲那年她的禽獸父親性侵了她 經歷了如此悲慘的童年 很多人會選擇自暴自棄 但是佩姬並沒有 她不僅已班上第二名的好成績 從休姆佛格高中畢業 甚至還是學校辯論隊裡的明星辯手 在她的青春期 她還和妹妹自學了化妝美髮和縫紉技術 這些都為她未來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高中畢業後佩姬以優秀的成績 被全美排名前20的范德比大學錄取 並夢想成為一名教師 學校還為她提供了獎學金 但在大二的時候她改變了自己的志向 最終在1944年拿到了藝術學士學位 就當佩姬憧憬著自己的未來 1947年她隻身一人來到了紐約 但剛到紐約沒有幾天 不幸的事情又發生在了她的身上 她被一群男人性侵了 受傷的她短暫地回到了自己的故鄉 但並沒有因此意志消沉下去 在幾個月之內她又回到了紐約 這次幸運女神終於眷顧了她 1950年佩姬在一位攝影師的介紹下 成為了一名海報模特 生性大膽開放的她很快就因為標誌性的黑色長髮 性感的比基尼服飾以及前衛撩人的姿勢一夜成名 她成為了那個年代最著名的封面女郎 被人稱為海報女王 無數的情色雜誌爭先恐後地找她合作 花花公子的創始人修赫夫娜甚至認為 她才是全美直男們的夢中情人 而不是夢露 漫威的斯坦里還為她創作了同名漫畫 DC的生氣女俠也深受她的影響 據她自己回憶在她事業最巔峰的那幾年 工作一小時的時薪是六七十美元 放現在也超多的好嗎? 要知道那個時代普通藍領工人的時薪是一個小時一美元 所以無論以哪個時代的標準 當時的佩基都是人生贏家 但就在她的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 她做出了一個所有人都意料之外的決定 而這個決定也最終讓她走上了不歸路 1958年事業如日中天的佩基選擇了退 在這一年之後 佩基沒有在拍攝過任何一張的雜誌封面 有傳言說佩基是因為當時的一樁案子而選擇了退出 有一個男孩因為模仿佩基BDSM照片裡的捆綁方式 意外窒息而亡 美國參議院的犯罪調查委員會 將佩基的照片列入了潛在死因 這件事對於佩基自己和她的事業都是不小的打擊 當然這只是傳言真正的原因 大概只有佩基自己才知道 退休後的佩基在1959年的12月31號 受洗成為了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 她將自己過去的事業視為罪惡 對於宗教這個精神寄託她激進瘋狂 從1958年開始她在三所大學學習聖經課程 並在1960年代試圖成為一名傳教士去非洲傳教 但因為自己離過婚而被教會拒絕 這聽上去好像沒有多瘋狂對吧 喜歡讀書學到老活到老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 去世界各地傳教散播愛心難道也要被嘴嗎 但接下來她做的這些事會驚掉你的下巴 1972年9月佛羅里達州的警方接到報案 報警人說有一個中年女性在聖經小鎮的一個汽車旅館裡 揮舞著一把22毫米口徑的手槍 口中還大喊著這是上帝的懲罰 接到報案後警察來到了現場 這個中年女子就是在公眾視野裡消失多年的貝蒂佩基 警察把佩基帶回了警察局 但是卻沒有關押她 因為她也沒有造成什麼實際的傷害 而是打電話讓她的一個前夫接走了她 然而就在一個月後她的前夫報警了 Like, literally,報警了 其因是佩基在吃晚飯的時候拿起了一把刀 威脅她的前夫和前夫的兩個孩子 要他們在吃飯之前對著一幅耶穌的畫像祈禱 她對前夫和孩子們這樣說 你們的眼睛不允許離開這個畫像 如果你們的眼睛離開的話 我就要把你們開堂破斧 這就有點毛骨悚然了 再次被警察帶回警局之後呢 她被以破壞治安罪起訴 但由於沒有造成什麼實際的傷害 她被判決在周立醫院裡監禁四個月 在這個時候警方就開始懷疑她有一些精神疾病 並把這個懷疑寫在了報告裡 在周立醫院裡的這段時間 她被檢斷出患有偏狂型精神分裂症 四個月後呢她又被前夫接了回去 是同一個前夫被刀威脅的那個前夫 心也是很大喔 然而平靜的生活並沒有持續多久 大概一兩個月之後 警方又接到了前夫的報警 佩基又在發瘋 這一次她把牆上的照片全部都撕了下來 把家裡的瓶瓶罐罐 花瓶啊盤子啊全部砸碎 You know,發瘋 警察不得不再次逮捕她 在把她關進了警車後座之後呢 警察去找前夫做筆錄 回到車上的時候 他們發現佩基把裙子掀了起來 脫下的內褲 拿著家裡衣帽架上的那個東西 在masturbate I'm not kidding I'm not kidding She's literally masturbating in a cop car Queen 中文不敢講我怕被黃標 這一次呢佩基又被關進了州立醫院六個月 這次從醫院裡出來之後 應該沒有前夫再敢接她了 於是佩基就回到了洛杉磯 在那裡她租了一戶人家的一輛拖車 挺心酸的連公寓都租不了 只能住在拖車上 但不久之後她又拿著刀 威脅了將拖車租給她的77歲房東 房東和警察說佩基一直拿刀威脅著她 嘴裡還念著各種奇怪的宗教語言 但趁著佩基不注意 房東又一把扳手敲暈了佩基 和之前一樣由於精神疾病佩基再次被關進了州立醫院 這次原本要關五年 但是醫生說她的精神狀態良好 於是七個月之後又把她給放了出來 這之後佩基還是在不斷的犯事 她先後攻擊了同一位房東兩次 之後又被關進了醫院二十個月 然而就在出院不久 1982年的某個晚上 佩基拿著一把三十多厘米的麵包刀 悄悄地潛入了房東的臥室 房東是一位老婦人 佩基爬上了她的床 跨坐在她的身上 搖醒了房東 並對房東低聲耳語道 上帝告訴我要我殺了你 然後佩基就開始對她瘋狂的攻擊 她先是把老婦人的臉上用刀割開了一個像 這樣子從耳朵到嘴角 這樣子像小丑小丑的這樣的嘴巴的這樣的一個傷口 接著對老婦人的胸不用刀猛扎了四下 萬幸的是並沒有扎中心臟 然後呢她又對老婦人的手臉砍了八刀 並把老婦人的一根手指給砍了下來 老婦人呢也是命大並沒有死 這件事情發生後呢佩基依舊沒有被判刑 像之前一樣她再次因為精神疾病被關進了州立醫院 說實話這真的有效果嗎 Place都已經關了這麼多次了 每次出來就一樣是犯事真的就是 再搞三小我也不懂 但這次由於情節比較嚴重 她被關進了醫院長達十年 此後呢佩基就再也沒有犯過事了 畢竟1992年出院的時候她已經69歲了 造話弄人的是在佩基被關在醫院的這十年 她早期前衛的海報 因為如火如荼的性解放運動和女權運動 再次引領了時尚的風潮 1993年在接受雜誌專訪的時候 佩基說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又活了起來 但現在的她卻身無分文 在生命最後的15年裡佩基的精神狀態好了很多 在賣出了自己的同名漫畫 以及參加了一些節目訪談之後 她終於有了一些積蓄去度過自己的晚年 不算富有但也不算老無所依 在2008年12月11號佩基永遠的閉上了她的眼睛 縱觀她的一生 她挺過了不幸的童年 甚至自立自強不僅考上了大學 更在娛樂圈闖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下 她的風格讀書一指 對後世的流行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 但卻選擇在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急流永退 她以為自己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卻沒想到宗教成為了她的精神毒藥 我覺得佩基會發瘋還是因為選擇放棄了事業的她 無法適應前後的落差 以前她是受萬人仰慕 被重心捧月的一代家人 但選擇了宗教之後呢 她變成了一個渾身污點的人 她一遍又一遍地否定了自己曾經的事業 那些保守的宗教人士更是不會認可她 我覺得人活著光有麵包是不行的 每個人都需要成就感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成為苦行僧 無欲無求 但即使是這些虔誠的信徒 在他們追求自己心中的信仰的時候 也一定會獲得某種成就感 但是佩基並沒有 早年的經歷注定了她無法被宗教完全的接受 在嚴苛的教條裡她更是一個滿身污點的人 她無法從宗教裡面獲得任何的滿足感 因為沒有人真正的認可她 而且被宗教改造之後的價值觀 也讓她不斷地否定過去的自己 她再也做不回封面照片裡 那個開放陽光的自己了 於是理想和現實的巨大落差 讓她最終墮入了深淵 這就是貝蒂佩基的一生